刘凯威终于承认恋情 在11月18日晚接受港媒采访 透露与新女友李小峰性格相近 相处得舒服又开心 48岁的刘凯威在2018年 与女神杨幂宣布离婚 过去几年 女方曾与魏大勋传绯闻 刘凯威也被执与富婆做朋友 两人感情生活备受关注 这段时间刘凯威一直留在北京生活 内地的工作也多了起来 她不再像之前那样 为了陪伴女儿小糯米长期留在香港 原来她悄悄恋上了来自安徽的女演员李小峰 刘凯威跟李小峰爱得吃热 两人都没有打算隐瞒恋情 在刘凯威承认恋爱之前 两人三次被拍 男方两次没有戴口罩 李小峰出生于1982年 比刘凯威小八岁 她同样有过一段婚姻 跟前夫育有12岁儿子 11月18日早上 有媒体公开刘凯威 与女友一同出门做核酸的照片 两人甜蜜牵手搂抱 恋人关系正式曝光 视频中 两人穿着厚厚的外衣 牵着手做核酸检测 做完就散步回家 李小峰如小鸟依人般挽着刘凯威的手 两人明显处于热恋当中 事实上 在此之前 媒体曾采访李小峰公司的工作人员 对方直指李小峰恋情不是真的 被外界视为女方辟谣 不过很快 李小峰本人就亲自下场 反问媒体找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 暗示刘凯威是其正牌男友 11月18日晚 刘凯威接受港媒访问 她难得大方回应恋情 多谢大家祝福 我们一切都好好 我们相处了一段日子 是好朋友介绍认识 我跟她性格很合适 相处得舒服 开心 大家关系好好 多谢大家关心 港媒透露 原来刘凯威在内地工作期间 曾因为同时进行舞台剧巡演 及综艺节目《披荆斩集》的录制 一度高烧入院 那段期间 李小峰一直在其身边默默照顾 其实刘凯威与李小峰 在公开恋情之前 一直默默秀恩爱 立东那天他们到杭州旅游 两人都在社交网上载了杭州的照片 他们还互相点赞对方的贴文 李小峰更在留言区发了爱心跟亲吻的表情包 见显甜蜜 之前的万圣节 他们也各自分享了同款南瓜照 相信是一起过节 李小峰大学毕业就入行当主持人 后转行当演员 他在2010年闪婚 有传丈夫是一名商人 与圈中人相熟 认识王中磊 王小飞等 李小峰在2010年12月生下儿子 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婚 不过认识刘凯威的时候 他明显已经恢复单身 巧合的是正在播出的新剧爱的二八定律 杨幂与李小峰饰演闺蜜 网友猜测该剧拍摄时 刘凯威跟李小峰应该还没有相恋 刘凯威的父亲刘丹 接受港媒访问时表现非常开心 他之前曾为儿子辟谣 声称刘凯威的新恋情是假的 这次 他终于说出了真相 刘丹称 刘凯威向来口蜜 家人看到新闻 知道他传出新恋情后 致电身在内地的刘凯威 询问细节 才知道他真的恋爱了 刘丹笑言 哈哈 他承认了拍拖 我好开心 都离婚那么多年了 也应该有新恋情了 至于小糯米是否知道爸爸热恋 刘丹表示 孙女只有8岁 可能不会看娱乐新闻 不过刘凯威会给女儿说这件事 刘丹曾说 刘凯威要找另一半的话 首先要过的就是小糯米那关 相信 刘凯威会尽快介绍 李小峰给女儿认识 另外 刘丹透露 刘凯威将于明年一月反港过新年 刘丹希望儿子能带新女友同行 我还没有见过他 不过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儿子好乐 我替他感到开心 恭喜他 被问到会不会向刘凯威催婚 刘丹表示 这是刘凯威自己的事 儿子任何决定他都会支持